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永世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别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化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藏传净土法》 《藏传净土法》里面现在正在讲 在阿弥陀佛面前做七支供的功德 七支供当中前面已经叙述了顶礼的功德 这个顶礼我也希望在座的道友或者其他所有的相关人员 一定要实际行动当中经常磕头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藏地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修行人 一辈子当中每天都不间断 一百倍以上磕头 磕头的时候阿弥陀佛的腾卡 阿弥陀佛的相 就放在自己的前面 然后进行顶礼 这不是一天两天 当然从现在一些城市里面的人来讲 不要说磕一百个头 磕三个头也是 有些人来讲可能有一定的压力 有些人也认为自己每天磕了三个头 非常的骄傲 觉得很高兴 有一个人跟我说我从二月还是一月 反正我算了一下可能两个多月 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每天磕三个头 好像自己觉得非常非常 当然功德确实大 从功德方面讲这样一两个月以来 每天磕三个头非常好 但是这样的功德要长期下去 我们的修行并不是非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 做几天以后就完了 不想有些地方开八会 搞运动 这样过了几天之后就消失了不是这样的 做善事和念经还有做功德 这些是众生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理念 比如说我们念经每个人应该每天都要念 每天都有这个功课 现在有些年轻人根本没有功课出去的时候 好像根本没有带经书 甚至有些出家人非常奇怪 我都经常遇到过这样的这是末法时代的一种象征 作为居士应该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那么自己每天多多少少都要供养三宝的衣食 如果这一点都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只是得一个寻妙而已 实际上并不是虔诚的佛教徒 所以我们所谓的磕头 的确也是希望不要变成一种形象上 也不要变成一个暂时性的 现在世间上有些搞一些运动一样的 几个月 几天的事情 那这样我们的善识和功德不能得有圆满 那么接下来过后 我们今天学习第二个内容 也就是说对着灵舍和贪心的讲供养者 分三个方面来解释 真实供养和意幻供养 还有叫自称供养 三个供养 这三个供养的偈颂在这里这样宣说的 他这里把三个供养都已经讲了 真实供养还有意幻供养和自称供养的供兵 这三种供兵就是 在阿弥陀佛为主的四方三世诸佛面前 诚心诚意作供养 希望所有的大悲正在接纳我的供养 那么下面宣说真实供养 所以我们现在要有一个长期的意识 什么样的意识呢 自己不管是有钱财也好 没有钱财也好 对三宝面前一定要作供养 有这样的一种信念和信心 这一点是不可缺少的 人可能善根和有些意乐不相同伴 有些人历来都是特别特别喜欢作供养的 不管遇到寺院也好 上师也好 佛也好 就是什么比较殊胜的对境年前就供养 有些人他的性格不喜欢这一套 只是喜欢看看书或者做其他的一些善根 一提起供养的时候 这个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对我没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你看见路上有乞丐出现的时候 好像对他布施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关系一样 然后如果你到寺院里面去看见一些庄严的佛像 或者遇到了非常殊胜的对境 明明自己身上也是有供品 有供养钱财的能力 但是自己也经常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现在已经生长在真正的福田之地 这个难赞不如就是刚好像春天一样 可以跟种下善根的机会已经成熟 每一个人来讲是有这样的 当然你的供品多少或者当时的意乐的差别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相同的 但是你要有这样的意识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经常看见 世间上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佛教的 但是他们经常去寺院里面参观 或者去伯达那供去参观 那个时候他们有一部分 善根比较深厚的人马上去供养 他的当然目的不一定像有些人真正发大声心一样 超立三界轮回不一定有这样的意识 但实际上对殊胜的对境做一种供养 这样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我们平时应该要有供养的理念 当然现在有时候供养的对境 我觉得还是需要观察 对我们来讲比较保险的像僧众 僧众里面不管怎么样肯定有很多清净戒律的人 肯定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圣者三人当中有必有卧士 所以我们一般的圣团里面肯定有很多圣者 你如果欠供养的圣众和寺院比较保险的 但很多现在真正假假的一些所谓的上师 这样那样这个是说不清楚的 里面确实也有真的 也有假的 如果自己没有一定的能力 没有一定的智慧 恐怕是观察不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自己也觉得 他是跟佛没有什么差别 但过一段时间会不会后悔啊 所以在这方面应该作为供养者 需要提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如果自己没有任何的后悔之情 还觉得应该值得供养的话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因为自己的财产什么样的对境面前作供养 都是自己有权利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供养的时候 虽然文字上比较异动但是内容上的确也是 我们佛教的任何一个经论都是这样的 表面看来这是很浅显的就像世间的小说一样 有些公案提起来的时候比较浅显异动的 可是你真正要深入它的内涵的时候 有一定的深度有一定的深奥之处 希望在座的道友不要认为 我因为自己的学舍缘步各方面对法力的研究精神 所以这种道理对我来讲是千而一举之时 以这样的心态进行忽略之后 里面的很多非常珍贵的内容可能会差遣而过 非常可惜所以每一个人对佛法甚深的道理 哪怕是一个公案佛教的一个故事 应该详详细细地观察它的出发点以及甚深的内容 以这个故事要求自己的过程当中 自己有什么样的认识这方面必须要值得深思 他这里这样讲的 如有以精饮食作供养以善以乐而因此之所 我们平时也有这样的有清净的饮食 清净的供品要供养给殊胜的对境 然后供养殊对境的时候一定要以乐清净 如果以乐不善我今天供养三宝 让我造的恶业成功 以前有些地方专门有这样的现象 比如说我今天去偷盗到寺院里面供个灯 但愿成功我偷盗杀生的事业圆满也有这样的坏人 其实这样的行为非常不如法的 所以要以乐清净来因此而供养 平时我们哪怕是一点点的一分钱也好 一毛钱也好或者一盏灯 一根香 这样的供品很清净的 有时候我们看寺院里面的很多人供养的时候 的确是寺院有一种他的宁静感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威力和福德力 平时有些人特别烦恼心情非常的烦躁 但是他到寺院里面因为他心情烦躁 到寺院里面供响 供灯的时候 我有时候看见对他的起信心 那一只香开始磕头的时候真的是心非常非常的专注 这也是诸佛菩萨的一种威德力 自己也是一个清净的心 无论他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样 但实际上当时的心很专注的 很清净的 我们平时在家里也好在佛堂里面 或者在别的道场当中供养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很清净的 安静的心来进行供养 所以不能供养一些无悔的食物 自己不能吃的或者比较脏的 乱的 这样的食物千万都不能供养的 还有成就的一些衣服低劣的物品 这些都是供物不清净 如果供养三宝不但没有功的 还有过失的 所以我们平时自己不能享用的 这些都是不能吃 比如说供灯的时候有些人说 这个我不能吃这个树油太苦了 干脆供灯去吧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合理的 也不能通过盗窃 掠夺或者一些猖狂等等 各种非法手段的一些邪物我们说是供品的来源不清净 供品来源一定要清净的什么样的来源呢 应该是这样的清净殊胜的意乐供养 自己往昔所积累的一些财产自己没有特别的清作 往昔自己做过很多善事的原因即生当中钱花了花了就出来了 自己顺顺便便供不用天天去花园不用天天舍功德相 功德相全部舍得越多越空的 所以无数个功德相舍了最后全部是空的得不到的 所以你不舍功德相也是稍微前世有一点福报的话 就是钱也好 财物也好 经常都来的 这是自己前世所得来的一些积累的财富 这种财物也可以供养这个来源非常清净的 还有通过自己尽劳作获得的清净的饮食衣服等等 不是什么前世的当然前世的因缘是肯定有的 但是主要是自己专门去赚钱专门去打工 辛辛苦苦做来的这种供品也来自不易 但是这个供养功德是非常大的 以前好像在《大智度论》里面吧 《大智度论》里面有一个画家 这个画家画得非常好 他到东方的一个国家去画画出门十二年 十二年当中他最后转了三十两黄金 然后他高高兴兴地离开谷里已经十二年了回来 回来的时候他听到几枯的声音 在僧众几枯念经的声音让他去看一下寺院里面 结果上门一看的时候里面有正正气急的僧团 正在念非常悦耳的经声音正在念经 这个时候他生起了非常清净的信心 马上问韦勒舌你们这里面的僧众如果供一趟债 也需要多少钱当时出家人给他说 我们这里供一天的债需要三十两黄金 但是这个画家他毫无怀疑地不加思索地把黄金全部供养给僧众 要求他们给我供债给我念经 作个回向 然后自己空空地回来了回来以后他的七子孩子都一直等着他 然后妻子问你这次离开十二年当中能得到多少钱 他说我已经获得了三十两黄金 妻子非常的高兴你现在这个金子在哪里 他说全部都已经供养了结果他非常非常的气愤了 相当生气然后他马上 他可能力气也比较大一点 然后马上把丈夫捆起来交给当时执法的官员 他说我们家里的十二年当中 转来的所有的黄金没有任何关系的跟其他人了 你应该以法律来开始进行制裁 惩罚他 然后那个官员也非常稀有的 他感觉非常稀有问他你为什么辛辛苦苦 十二年当中所赚来的钱全部给别人啊 这是什么原因最后那个华家说 因为我那个前世没有积累四号的福报 所以即生当中一贫如邪费 非常的可怜 那么这次我好不容易得到黄金 如果我现在还不供养 还不积累福报的话 那么我的贫贫相续一直毫无间断的 始终都不会有脱离贫穷的机会 所以我为了彻底脱离这样的贫苦 我就遇到了非常殊胜的对境 就供养给僧众了当时那个官员 他也实际上是一个优婆士他是个佛教徒 他非常感动觉得他的这种善举应该值得赞叹的 他一边赞颂 一边他自己身上的 金银财宝的银落全部写下来给他 还有给君马当地的一个小部落全部都给他 当然当了领导以后后来就开始他也逐渐发财 这也一方面他当时慷慨这样的布施 供养的一种现实宪宝 另一方面的确是有些人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也可以发现到有些人是非常辛苦而赚来的钱 他也愿意供养 以前我们佛学院经常有这样一直打工 每天都是非常辛苦从早上到晚 早出晚归 一直辛辛苦苦地赶来的钱最后离开的时候 他很多钱供养僧众 做供的 这样的显现是相当多的 所以我们做供养的时候 一个是发心的意乐要清净 还有供品要清净 你不能说到哪个地方去偷一点东西 然后到寺院里面去供的 现在有些小偷经常是干这样的 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偷东西 为了自己的有些坏事顺利 马上把钱财又拿到寺院里面去进行作功德 还要发愿等等 也有这样的现象 这样就不合理 当然我们很多人的确也是 自己有了机会的时候 就是要心里面对三宝有称职的信心 三宝寺的确是非常殊胜的一种对境 我们把供品供养给三宝寺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供养给个人我历来都是有这种看法和想法 就是供品供养给个人尤其是比较大的钱财 财物 那么供养个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当然如果他是圣者 因为现在有些居士供养的 比如说教持 房墓还有很多很多的钱财 如果真的是一个大菩萨是圣者 你的供品一点都没有浪费 非常值得的但是万一现在所谓的骗子 或者所谓的有些不是真正的具有修正 或者清净戒律的这样的人 那可能不一定有非常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经常在三宝面前做供养 然后自己同时也要发心你光是供养也不行的 一定要心里面想以此这个供品 愿我什么什么要发一个愿 我们讲《白玉经》和《显玉经》 这些经典的时候很多的善根通过法愿而成熟的 所以我们《前行备忘物》当中 现在很多法师正在讲 里面要专门讲当时的法愿 很重要的以法愿没有结合你 光是供养三宝对积面前这个功德也有一定的差别 功德不是特别大的所以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自己的饮食只能给自己自主而一无所生 那么苏贤城市与三宝所依前则作供养 然后观想三宝赐予我习以这样自己享用也是可以 这一段话比较重要吧我们很多人 尤其是我经常出去的时候供品可不可以吃的问题上 经常受到很多新闻记者的采访 这些记者都是喜欢吃供兴的人 开玩笑 因为他这里已经讲了如果自己除了自己吃的以外 各方面没有多的或者不太方便的这种情况 那么供品先可以放在三宝所依佛像 佛堂里面 然后放了一段时间以后想拿下来 像三宝已经给了加持品了 自己可以享用 这个依据比较好的 以前我去泰国的时候 当时泰国很多的法师 有些居士 他们也是对供品非常喜欢你把供品拿来在佛像面前放一分钟左右 然后就下来开始吃当时我刚开始吃的也看不惯 因为当时看在乔美仁波切的《善法》里面已经讲了 说三宝面前的供品最好不要自己吃 它应该放在一个比较干净的 比较高一点的地方 也不能顺便布施给其他的动物 其他都不行 如果尿泪吃的话它是因为空性种泪的 所以尿泪可以吃的其他都不能吃 所以当时教言的内容我觉得是不是不能吃啊 也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今天喇喇穷尘仁波切的观点 这也是可能曼彭仁波切很多高僧大德们的仪教 所以我们以后也可以开许这样也比较方便一点 否则现在大城市里面确实功夫很难的 很多人因为不像藏地一样藏地 这个供品拿到哪一个清净的高山去 都一点问题都是没有的 不过我们现在佛学院也成了一个大城市一样 要到清净的地方需要一段路 大城市里面尤其是在高楼大厦当中是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说以后的佛友供品先放在佛堂里面供养 这样也是应该合理的 因为我们平时对三宝供养的话 先行物供养三宝 比如说前行里面也讲了 如果有一个新的衣服先在空中咬一下 然后供养三宝自己可以穿 并不用把这个衣服一直扔在一个清净的地方 再也不穿了没有这样的 衣服可以先供养三宝心里面也供养三宝 之后自己想到三宝给我一件衣服好衣服 这样可以自己用 同样的道理我们饮食当中最好的一些食品 这样先供养然后在佛面前 如果有些苹果要接近坏了或者糖 有些过一段时间又开始重新还了 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可以的我看到有些居士 他到菜市场去买一点苹果 马上到佛堂里面去要一顿 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 然后拿下来在客厅里面开始分 就吃了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 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教证理证的 所以乔美仁波切的观点 我们可以再根据藏地有比较特殊的 供品的角度来另外可以解释的 以后汉传佛教里面也有各种说法 有些大多数的大德都认为供品可以最后自己享用 也有一些法师有不同的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以后我们要观想的时候 三宝给予我自己再可以享用 就这样 我们应当供养我者的三种食物 供养的时候供养的身体 受用善根 即使供养自己所爱的身体 怎样身体所需要的饮食 财物 以及身处 住宰等一切受用 还有善事所积累的一切善根 我们平时自己执著比较大的三种食物 这三种食物一定要想供养 阿弥陀佛为主的四方善事诸佛 寂天菩萨也是说了 为你诸有情 尽力不舍舍 生计诸受用善事一切善 当时应该讲的极品 在《数行论》颂词当中有 为了利益一切有情 不吝啬地可以舍舍自己的身体 受用 善事所积累的一切善根 所以这样的供品其实是最重要的 因为上师如意宝以前也经常说过 为什么我们这三种食物要摄受去呢 原因就是我们特别执著的这三大物 对自己的身体肯定很执著 对自己的财物和房子这些都很执著 有些不懂佛教的人 对善根不一定特别执著 好像他也不太相信善根 也有这样的 但是真正对佛教的教理比较懂的 还没有发大乘菩提心的这些人 可能善根比较执著的 因为通过很长时间 自己积累出来的善根是特别不容易 这三者我们要真实地供养给四方三世诸佛菩萨 这个很重要的要供养完了之后应该句号 因为这也是一种修行怎么修行呢 下面都讲到 真实都好 尽管我们现在不能够做到真实 供食自己的身体以及一切受用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修行的时候 正在修行的时候尽管我们作为凡夫人 现在不能真正地把自己的身体 就像以前的智美各等王子还有很多佛陀在因地的供案一样 完全把身体布施给众生 或者自己所有的这些财产一阵一陷的不留全部供养 这是现在对我们来讲做不到的 但是我们也要想到 要诚实阿弥陀佛的方式供养身体 我们要为阿弥陀佛做服务 为阿弥陀佛做任何事情 做发心 这些都是我舍弃这个身体来为阿弥陀佛 这是身体供养的一种表现 比如现在很多人在发心 其实不发心的人比较起来肯定很累的 平时为众生发心肯定 但是实际上我们天天都是运用这个身体 就是为阿弥陀佛供养身体 有些人经常这样讲其实我身体很累 我马上可能累垮了 但是我就是为了上师你高兴了 我这样你要知道我会累垮了都不知道 其实你们有一种叫做累垮了 我都是一般藏文里面没有说累垮这个字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现在修行 念经 看手会不会累垮 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行持 但是心里面也没有想过我会不会累垮 但是我们这里有些工作人员 噢 某某人马上要累垮了 某某人是要接近累垮了某某人将要累垮的 所以所谓的累垮不知道 我感受不到啊 你们以后不要说累垮了 真正的累垮的话可能24小时当中在那边干体力活的 这些可能累垮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这里 电脑上或者有些发信能不能累垮 这就是我真的有点怀疑 不过你们自己都是觉得看一看哇 我真的要累垮了 马上要断气了呀 哪有吃得好好的穿得好好的睡得好好的 还有什么累垮呢睡的时候好好睡嘛 吃的时候好好吃休息的时候好好学该干的时候要干 我们世间上有多少个人在做工作啊 世间上的人真的有时候看起来会不会累垮的 但是他们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为三宝做法行为阿弥陀佛做事情 这是供养身体的一种表现即使累垮了也不要紧 到极乐世界就变成一个新的人体 他这里也讲了 我们以诚实阿弥陀佛的方式来供养身体 从而断除所谓的我的身体 我的执著 因为我们对自己身体经常使用 经常为三宝 为众生做事情的话 所谓的我的身体啊我现在身体不好 我要吃药 我要吃营养品 不然我肯定不行啊我们平时对自己的肉身 扯皮囊特别地去执著 如果我们对三宝 对众生经常地这样发心 逐渐逐渐好像对我的概念很少 真的有些高僧大德他对自己血肉的身体 确实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可能他对自己没有什么感觉 有些发心相当大的古今宗外很多 有时候看我们历史的时候也会发现到 有些高僧大德真的是对我身体的执著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可以这样学啊 如果特别像凡夫人那样天天去执著 越执著 越脆弱 越痛苦这是对身体 之后尽情行持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之事业 要行持愿一切众生 我们平时所作所为都是为众生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为很多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而发心的这些人 应该没有想到我的身体供养给阿弥陀佛 为阿弥陀佛做成事这是身体供养的一种表现 不一定要我的大腿供养 下腿供养 或者我的耳朵割下来放在盆子里面供养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肯定不需要这个 我们为众生每天都是辛辛苦苦地为众生 利用这个身体来做事情 真的是这是对阿弥陀佛和上师们的一种供养身体 有些人说上师我对你信心特别大 我的身口意全部供养给你 身口意供养所谓的真正供养 为三宝和为众生做一点事情 那这是可能你真的是身口意供养的一种表现 否则作为一个上师他也不一定吃人肉 所以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用啊 如果你没有帮上师做事情 光是你的身体供养恐怕也没有什么可享有之处 因此我们一定要想无论是跟上师也好 跟佛陀所谓的供养身体这里面讲得也非常清楚 应该为众生做事情这是很重要的 为了临终的时候不贪执受用 从现在开始就要供养一切受用 因为临终的时候很多人如果有一点财富 可能是死不明目一直想到我的财富如何如何 但如果你现在自己已经心事自在的时候 像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些财物全部供养给阿弥陀佛 供养四方这样即使你现在没有拿出来这些东西 但是心里面的执著完全都没有了 在临死的时候不可能你的灵魂一直缠在这些财富上面 不会的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 因为修行专门你完全拿出来 作为一个凡夫人有点困难的 所以我们修的时候要这样想 将一切善根为自己三世所作的一切善根 也是以普贤供允的方式来供养 这个是自己也对善根不执著 凡是我哪怕是念一句观音信咒以上的 所有的善根供养阿弥陀佛 愿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天下无边的众生获得利益这样来发愿 平时我们每天念完经讲完课以后 作回向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正式财物当中的一些水供 还有金足水 鲜花 熏香 头香 所有等 香水 生锈 乐器等所有的一切供兵 也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而作供养 这些平时我们所讲的物供这些也要供养 因为平时如果很多财户在三宝所业面前要供 有一定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以物供或者气供的方式 香 水 灯 所有盏还有饮食等等 这些供品我们平时可以这样供养的 供养的时候一般《熟悉地经》里面讲了五种供养 像土香 花 烧香 饮食 灯盏讲了五种供养 然后《大日经》里面讲了六种供养再加上水 所以每一个供品供养以后得的果报 好像我以前看过《来过禅师》 他讲了比如说供养花自己相貌端严等等 每一个供品所得到的报应 果报 这些方面也有专门的阐述还有有些大德把这些供品 以六波罗蜜多的方式来也有进行阐述的 以前应该有一个日本的叫做《导梵禅师》吧 它专门有一个叫做《心法甘业草》 干身的 干藏的干藏在那个里面 专门把供品与路波罗蜜多进行对应 比如说水供表示布施波罗蜜多 土香表示持戒波罗蜜多 花供安忍波罗蜜多烧香 烧香精进波罗蜜多 然后神修禅禅波罗蜜多还有最后的灯盏是吧 灯盏就是波罗蜜多 它这样不同的六度 以不同对应的方式来进行作供 所以我们平时讲前行的时候在佛堂里面也好 在供品面前以物供为主吧 物供里面所有这些六波罗蜜多的道理都已经具足的 根据不同的经典都有不同供品的一些要求 不管怎么样我们哪怕是有一盏灯 要以清净的心来供业要发愿 然后有一根香 一束花全部都是一定要以清净的心 这是很重要的以清净的心 哪怕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一种供品 这个功德的确相当相当大的 所以我们平时对供养千万不能轻视 一轻视 自己在行为当中也是不会做的 所以我早上起来先磕几个头 然后就开始水供和香供 凡事每天都 随时多年以来现在已经习惯了 到了医院或者到别的家里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 就心里面开始念了念供养咒 供养咒其实是供养咒的功德里面也讲了 念一遍的话 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做各种各样的供品 全部有供养的功德 还有以这个善根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等等 我们每天本子本子那个咒语功德是相当大的 所以如果自己实在是供品不具足的时候 你就可以下面要讲的那样的意幻供养 如果供品具足你的观想能力不一定那么好 你不要全部都是在一个意幻世界当中 你还是实际行动当中去做 不然有些道友可能观想能力太好了 难得动我还是一幻就可以 但是你身体都不想动心子有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也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还是要经常乃至一朵花 供养的功德也是很大的 我以前也引用过《法华经》里面说 若人散乱心乃至义一花 乃至一花供养一佛像渐渐无数佛 以散乱的心乃至一个花供养佛的花像 或者佛塔在这样面前那么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将来成为能造见如来尊严的唯一的因 所以这个教证可能前面也是用过 好像记得我们《极乐愿文》的后面也是有 但是一个教证多出的用这也是不矛盾的 无故国王尊者在《诗相宝藏论》里面 有一次引用过《决心灌顶序》 无故国王尊者说我前面也虽然引用过这个教证 但是在这里引用也不矛盾 因为《诗论金刚的大树白莲花论》当中 已经三次引用了《真实明经》的教证 《悦乘论师的现觉论》当中 《三摩帝王经》的教证多次引用 但是也没有重复的过失 所以我可能前两天也是用过《法华经》的教证 后面也许还有但是一部论典当中 多次的引用一点都是不矛盾的 无故国王尊者的《大圆满信心修行大树书》里面 一个教证都是有时候用过两次三次 这样都比较多的 我们平时为了说明蒙周意义 以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的时候 应用很多教证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此在座的道友们对供品的微小不要轻视 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供养那么大的供品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点很重要 接下来讲拥有财物的那些富贵人 由于往昔自己所积累的福德所致 如今成为富翁的 而现在更应该充分利用所拥有的财食用来积累福德 因为以前积过福德即生当中确实有福报 所以现在要利用这个机会要利用财物的势力 还要进一步进行供养 而无有财物的这些人们 因为往昔未曾积累福德而导致如今成为穷人 现在十分贫穷因为以前没有积累福报 所以即生当中已经变成了这样的穷人 但不包括乞讨得来的饮食在内需要作供养 你自己如果实在没有你到外面去乞讨 乞讨所得到的这些财物也应该值得供养 所以平时的确是有时候的供品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供养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福德当然你所得来的供品作为非常殊胜的对境面前可以供养 这样的福报也许可能当下现前也有这种情况 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人当时非常富裕 他们经常要开一些所谓的 好像波罗法会专门是有些供花的 这样的一个法会这个时候经常要采一些波罗树上面的花 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到山上去采花 采花他得到了很多非常美丽的花待下来 待下来的时候路上正遇见佛陀非常庄严的身相 我都有时候看到这些佛经故事的时候心里面也有欢喜心 就是我们有幸运读这些佛经的故事 很高兴 有时候心里很悲伤也 这些那个时候的人确实是很有福报的 如果我们那个时候的人或者哪怕是一个蚂蚁 可能现在也不会转生到轮回当中 人家亲自见过佛的尊严中下的身根是非常深厚的 那么当时那个人见到佛陀以后 对佛生起了极大的欢喜心 马上他自己所采的波罗树花全部都供养给佛陀 就供养给佛陀然后他自己又再次到山山去采花 采花的过程当中他在树上不小心已经摔死了 摔死过后因为他供化的原因他就转生到天界 当他天界去的时候他通过自己的天眼筒来观察 他知道前世供佛而升天后来帝氏天问 你是什么原因来到天界的 当时这个天者说到前世自己供化而得到的三宝 那个时候帝氏天也是非常赞叹的 有一个偈颂说 深入正经世 照耀极玄美 荣毛极短战 诸天种罪生 有这么一个偈颂意思是 你的身世就像如纯金一样 照耀整个世界极其的宣明 你的容貌非常短战 所有的天子当中 因为以前确实供化的原因 相貌极其庄严 所以现在汉地也是很多法师 供化 供化 你要想漂亮多漂亮啊 你要漂亮的话要供化 供化 所以的确是想漂亮很多人特别想漂亮 有些人好像无所谓的 有一个人跟我说 哎呀我反正 生生世世都是肯定很扯偶的 我才不想漂亮呀 有些人喜欢漂亮 如果喜欢漂亮在佛面前就经常供化 当时他这样赞叹 帝氏天这样赞叹的时候 这个天子他也讲了 他受到了佛的加持 他也说的 他说 我梦福恩得善意婆罗话 十有善意缘尽得十果报 他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并不是无缘无故来到天界的 而是蒙受佛的恩德和加持 在殊胜的对境面前有缘分善化或者供养婆罗话 然后以这个功德今生当中来到了天界 所以通过这样的因缘也是我们应该清楚 就是当时如果我们一般平凡的一个故事来看 那么当时只是对佛陀供一束花而已 但实际上这个功德跟现在我们在佛像面前供化 功德完全是相同的的确是希望大家不要轻斥 这一点我还是觉得特别重要 比如说佛像面前你到了夏天的时候 有一些特别好看的花那么那能在佛像面前供养 或者自己特别喜欢的有一些花像经常供养 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一定要懂得这样的功德 所以说 否则不应该死受不舍 而穷人也不能以无有为借口而供养当作风水一样 一样我们前往都是不能 这个供养对富贵的人来讲是 好像死也不愿意拿出他的财富 不愿意放出也不能这样的 而穷人因为我是太穷了我没有财富有钱可以供养的 我没有钱要供养杀什么都没有 即使他供养就像浇水一样 因为浇水是很勉勉强强的 所以我们供养不能这样的自愿的 自己应该有一种欢喜心来供养 欢喜心来供养的确也是这个功德非常大的 当然有财富的人来讲是不用说了 但是没有财富的人来讲应该更要发心 以前记得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天佛陀在寂静的地方安住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徐达夫妇 可能你们很多人都听过 徐达夫妇非常非常的贫穷 他平时的生活都是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天天都是掏垃圾在垃圾里面吃一些非常迷懒的东西 但后来有一次在垃圾里面 他们找到一个叫做牛头赞胆 牛头赞胆非常名贵的一个香 这个香一般来讲是世间当中很难以比例的 它那种香气可以变译到好多游行当中去 结果他们把这个碳香卖成三万百米 他们非常高兴从来都没有吃过米饭 有一天特别高兴准备在中午的时候 好好地 精精有味地吃一顿 准备刚一碗下锅的时候佛陀用慧眼看出了 这个徐大夫妇度化的因缘已经成熟了 他当时首先叫阿能尊者 可能记得是阿能尊者吧 但这个是不是阿能 忘了一下 然后叫阿能尊者要求到那边去花园 到徐大那边去花园 然后他到了他门口的时候 他们夫妇见到佛陀的大弟子来花园 非常欢喜地这一碗米饭供养给他了 然后准备下第二碗米饭准备下第二碗米饭的时候 佛陀告诉迦世尊者去花园 然后由迦世尊者到他门口去花园 然后他们夫妇一看到佛陀的手作弟子 刚才是大弟子 迦世尊者是手作弟子 然后手作弟子来到他门前的时候 又因为他们的善根很好 不然我们可能其他的普通人开始说他 就非常的欢喜又把第二碗米饭供养给他了 然后准备下第三碗米饭的时候 佛陀亲自自己到他们那里 正在成熟 正在饭已经熟的时候 佛陀去花园 那个时候夫妇非常欢喜 觉得我们这次刚好有这个机缘的时候 佛陀的眷属和一切都来了 我们非常有福报 自己觉得无所谓的一天不知凡 也是一辈子都过这样的生活无所谓 全部供养给佛陀 当然是佛陀也看见他们的心非常的沉 就是说也跟他们进行作回向 以这样的功德把罪障全部净除 白宝从有地而生这样进行发愿 进行发愿的刹那间 因为佛陀的威德利和自己善心清净的缘故 最后他们的家里面出现金银财宝 非常的富裕起来了 那个时候他们对佛陀说 我们再有怎么样财宝实际上 比如说一个人有一千间房子 晚上睡的时候只有八尺那么宽的地方 如果处于汗水处于沉水的过程当中 连八尺也可能用不上 我们人可能晚上睡的时候要睡得卷卷的 好像汉族跟藏族有点不相同 汉族人一直叫乘着的 藏族人叫一直这样卷着的 很多人这样的话八尺不要说可能三尺都不用了 所以他说晚上乘水的时候可能这样不用八尺 所以再多的财富也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认为修行是最有意义的 请求佛陀可不可以守护弟子 让佛陀树留为弟子给他们传讲四地法门 最后得道而开悟 获得成就 所以这样布施的功德也是 我在佛陀时代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精彩非常好的故事 我们看了以后应该有信心的人会生起信心的 当然没有信心的话不要说是佛陀时代的故事 佛陀亲自来到你的面前显现的话也不一定起信心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应该做一些福德的功德 这是很有必要的 人人都应该尽自己尽所能来积累福德 今天讲到这里吧 请问多佛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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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